要距离多远 一公尺 蒋氏正在为长辈们解说 县镇修改的交通规则有哪些 一方面希望守护长者的行车安全 同时也能让他们了解相关规定 海口人社区经营协会 从102年开始 事办乐龄学习课程 成效良好 不仅长辈乐学习 就连新著名姐妹也时常来报道 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民众 他们的出行的安全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骑摩托车 那我们很多的这些新住民姐妹 他们都要肩负着带小朋友出去 还要去工作上班 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路上的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东港乐龄是从102年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 我们针对的就是55岁上的 老人55岁上 他平常都没有工作 我们就开很多课 电脑课还有手工艺的课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曾老师讲的是交通安全的课 因为主要是让老人家能够学习 不断地学习 不要说在家然后一直看电视 那希望55岁以上的东港的 欢迎来海口人社区经营协会 来报名来参加 国立东港及周边乡镇 55岁以上的长者踊跃来参与 而对于乐龄课程的规划 不少言乃表示赞同 还陆续就团来参加 海口人经营协会表示 近年来无论是新住民或是长者 都列为重点业务 期盼让镇内的新一名姐妹 及老长辈都能有个互动 及交流的去处 而近期协会更规划成立物资银行 号召姐妹及严乃参与过程 期盼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海口人社区经营协会 今年我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业务 就是社区食物银行 我们盼望能够去收集许多这些厂商 这些商家 他们即将下架的这一些食物 然后去分给供应给有需要的家庭 让我们能够做到不浪费食物 然后去供应这些有需要的家庭 而且能够去营造一个 无饥饿的一个社会环境 相关课程的办理 不仅传达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也能帮助严乃及姐妹们 了解时代新趋势 让彼此不分你我更加贴近 丙东书不听于相词采访报道